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记火中取栗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3月10日 星期三 中午时间12点10分 上午市收了 升了130点 现在收了28,904 今天升了一些 成交到1,134亿 主要来说 见到外围 美股又好一些 特别是NASDAQ升得多些 NASDAQ升了3.7% 就是464点 去到13,073 上回到100天之上 它的50天是13,342 还差200多点才到50天 整体来说 10天是13,118 50天仍然有些时间才到 10天就有机会很快会过去 整体来说 杜瓊斯升很少 升了30点 去到31,832 杜瓊斯是强一点 但是日中 你看看它全日计 昨晚美股中间升过高位之后 转转一个圆形向下的回落 所以整个市场还未稳定 标普也是 标普升了54点 1.4% 去到3875 但是日中也有这样弯下来 主要是说 19,000亿有着落 宣困措施 加上长债息率就会回到一点 对整体 整个美股来说 就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你看回整个走势来说 英镑都还未稳定 而美汇指数 美元来说 现在是92.14 继续上升一些 人民币就升了一些 英镑也是轻微的上落 上落不大 建国高位回落之后 这几天都在打平就 对美元来说是1.3870 人民币就是6.5123 6.5123 接回来来说 就是 大概1.19 对港元 大概1.19 对港元 没有什么大变化 另外 金价来说 在香港就升回来来 去到1,700元楼上 曾经下跌过比较低的位置 最近来说 去到1,670元 现在回回来 升回来1,700元楼上 整体的变化不是很大 另外 北水来说 港股这边 今天就是流入了4亿 日中 早上曾经最多流入了12亿 后来收窄了 流入只剩4亿 昨天就流出了48亿 最近的北水都很反复 会不会有些北水流入去 支持A股呢 因为A股近期都很反复 都有回吐压力 特别那些个别的抱团股 白酒、家电 都有回落 会不会有些钱调回去 买回A股呢 我不排除有这个因素在 北水最近的震荡 有这两个星期 也有4、5次流出 可能跟A股有息息相关 这个都是过去这一年 整年来 未试过这么多北水流出 大家要留意一下 而始终流出的股份来说 看昨天的数据 腾讯流出了20亿 北水在腾讯 美团流出了14亿 中移动流出了7亿 看见腾讯流出了20亿 其实你看到今天腾讯 都涨了一些 今天涨了2.8% 662元 正如我前两段片 腾讯来说 挨近625元左右 这些水平 625元到650元的水平 就可以吸纳了 如果有买了腾讯 或者是腾讯的牛证 相关的这些 其实都考虑 来到这个位置 今天最高670元 而它的50天平均线 是671元 这些位置会有相对的压力 可以先走一转 今天也见过这些高位 早上就会下跌 如果要买的话 可能要去快 挨近100天线 626元的位置 才可以重新再买入 这是腾讯 而美团来说 正如昨天说 300元是一个大一点的位置 去到300元穿了之后 很快就上回来 见到今天来说 跳开上来去到325元 最高去到329元 现在321元 都是那句 这个位置325元 322元是100天 上边10天线 在342元 342元又会有压力 即340元那头又会有大点压力 炒美团要短线一点 不要那么长线 中移动又如何呢 现在是54.2元 54.2元 中移动在高位平台那里 其实都是在53.5元 是一个低位 上面大概57.5元 将它再收窄点 57元是一个目标高位 下面是54元 即54到57 这一段在上落 中移动因为有北水的支持 中移动是昨天有一些小小北水的回吐 有7亿 其实过去那段时间 好一段时间 北水都是支持住中移动的 可以看好一点 小米又如何呢 小米呢 昨天北水流入了18亿 所有很多的股份都有回吐 有流出 但是唯独是北水流入最多 就是落到小米那里 因为小米已经去到22元的水平 这个都是之前集资的位置 还要低于集资的价格 所以这个位置 相信有初步的承托力 目标位暂时短线 因为跌下来的话 就第一个位是25元那里 如果低位挖的 这些位挖的就看着25元 见到25元可能就要先走一转 因为现在的市场 都不可以看得太过深红 以及看得太过好住 因为整个市确实有少少变化 因为在轮动里面 那些高beta的股份 即是那些日价太高的股份 包括一些药股 包括一些在线服务的股份 以及汽车 汽车零件 在线很多的相关的股份 芯片这些都是炒得很高的 炒高了之后 其实很多 特别是SAAS SaaS 即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些在线平台的服务 供应商那些 这些其实都不赚钱的 不赚钱之余 它就被炒高了几倍 所以这些股份来说 暂时来说 就比较难 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所以仍然见过低位 大幅回落了三成 或者两三成 或者三成多的那些 其实你买了 你这一位捞底买回 要走短线的 可能有5-10%的升幅 你就很赚了它了 不可以看得太过长线 因为始终这些股份来说 暂时 就可能要一段时间整股 要震荡 毕竟在过去两个月 太疯狂了 炒了上来炒得太高 加上新股的活动 太刺烈底下 就有机会需要一段时间整股 传统股又怎样呢 传统股见到是法力的 所以我一直 昨天那段片 跟大家讲是招商银行 今天也是推介内银 稍后跟大家讲 因为银行股相对稳定一点 有一个大一点的空间 而现在的策略来说 应该是以短线上落市炒作 一两天时间买卖就赚了它 有些股份 好像内银的那些 或者是其他那些 航空、旅游、消费、来需等 这些股份这几个板块 都里面有很多股份 之前我一直提及过 很多不同的过股 这些都是值得去持有的 虽然这些值得持有的 但是因为市况不稳定 你就用短炒的股份来说 拉回一个比较好的平均 这些持有利润后 补回来就可以拉回一个比较好的平均价 可以讲长短线的策略 长线一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些股份 短线的就是科技指数的股份 有些高β那些 去到低一点的主要的技术位 你买了之后上来就短炒一转 累积资金去看这类的股份 还有油股 譬如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 三种都有回套 今天轻微回套了 正常因为油价升了这么多 都需要时间回调一点 油股也不例外 北水也流出了3亿左右 港交所又怎样呢 港交所今天升了4.8 445元 但是昨天的北水看到 其实是流出了8亿的 昨天的北水是流出了8亿的钱出去的 港交所今天最低 大概是441.8 上日收是440元8毫的 今天其实一开就已经开高了 去到454元的 跟着就回落了 从这个即市图来看 其实今天都是辰转有个回吐压力 高开了扯高了之后 就回调回来 暂时来说就一直进一步在这儿集结 所以港交所仍然是一个上落市的炒作 都是那句 挨近较低的位置 昨天来说最低就下过去430元 就是说它的100天平均线是431.5元 挨近100天平均线这些位置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上落市炒作 都可以这样做 当然港交所仍然会不错 但是这是讲着长线一点的东西 短期来说只可以用一个短线的策略 因为它在过往来说 大概在350元的位置集结了很久之后 才一举突破 在12月就扯上来 扯到570元就很离谱 两年所有反应的预期好的因素 全部反应出来了 过度反应 所以回调下来是正常的 衍生工具市场又如何呢 看看恒指好仓 牛证和仁购证流出了620万 恒指淡仓是税通提供的 红证和仁购权证流出了2500万 反应投资者都继续减仓观望 无论好仓也好、淡仓也好 都是流出的 都是减少了仓 因为未看得很通 另外 税通提供的恒指、牛证、 红证、街货、总货区 收回价是27,800到27,899 而红证、街货、总货区 收回价是30,000到30,000到30,000到99点 都是没有变化 都是差不多的 另外 腾讯方面 腾讯有一只牛证51022 51022 牛证收回价是610元 1.8元 还有75天到期 杠杆有10.6倍 今天升了61% 这是51022 腾讯的瑞通提供的牛证 适当位置就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这个位置就不需要 让它再回一点 我先讲过 100天 100天线的位置 是比较大的位置 在626元 现在就升了一些上来 所以就不需要急着 而腾讯现在来说 就挨近阻力区了 662元挨近阻力区了 不需要心急着 今天想讲的 就是至于内银方面 近期都继续看好一点 但内银大家不要忘记 通常在业绩期 宣布业绩是比较后一点的 它是排到在后面的 我相信现在都不知道 是哪一天你会公布业绩 可能都要去到三月底 在四月头 而昨天说的招商银行 今天升了2.6% 招商银行 继续拿着它看好一点 可以换马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另外想提提 另一只就是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现在是5.5元钱 今年来说 中国在开会的时间 亦都预测了定了调 中国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定调了在6%以上 其实也挺进取的 一定是6%以上 而还有重点就是 大型的银行 它们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增长目标也定了在 起码要增长30%以上 估计新增贷款方面 会持续在今年上升 这方面会带来更加大的收益 而过去内银来说 在非利息收入那里 增长都是比较好的 包括理财产品 和资管业务的增长都是很加快 所以这方面 估计今年来说 非利息收入方面 会有持续的增长 投资性收益那方面 做得不错的 个别银行 工商银行现在是5个半仁钱 过去这段时间都是走得比较好的 从形态上来说 因为它的估值也是比较低 它有机会 以大概6个半仁钱 为一个目标区 现在是5个半仁钱 还有1元的上升空间 它过去年的头三季的收入 就微升了大概接近3% 投资性收益 就增长了20几倍 在头三季 净利息收入升了2% 息差就收窄了 收窄了3个基点 到2.1% 信贷方面都持续有增长 债券收益也增加了 几样东西加上 都是比较平稳地向上 现在估计2021年的市盈率 只有6倍 市涨率只有0.65% 所以在纵内银里面 它都属于一个比较吸引的股份 也是一个好的换马对象 除了昨天说的招商银行之外 工商银行1398 工商银行 都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股份 招商银行是3968 都是做得挺好 可以继续去看看 今天很明显看到 在成交升幅榜上 做得比较 升得比较好的股份来说 都是过往跌得多的股份 里面包括美团在第二位 药明生物今天都升了4.95% 石药又升了 信与光学都升了 大概是6.8% 手机设备股来说 都是继续加快 优太科技 刚刚说到2月份的 摄像头的模组销量 按年升了1.29倍 所以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优太科技1478 它都回调了不少 现在正正在这些消息配合下 有个回升 大家留意着 形态上来说 它有机会向15元左右 那个位进发 15元 现在是13.76元 这些是短线买卖的情况 所以在中期调整的市场 大家要留意着风险 要短线去炒作 例如有些个别受业绩带动 第一次公布期到 业绩公布期到的话 应该是以业绩公布期 来做短线炒的一些业绩股 是比较好的 之前说过的中汇集团 都是一种挺好的股份 因为业绩公布出来都是很好的 业绩来说 它有一个营起出现了 预港营起 也有主要的大股东有增持度 所以可以看好一点 当然 但是现在市况不稳定 用短线的策略会好一点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继续多些介绍给朋友圈 叫他们订阅和按钟钟 按全部 还有点赞 这个频道的成功有赖你的支持 多谢大家 明天再跟大家讲过 拜拜 以火中取律方式投资 其实只是一场靠运气的赌局 而在一个跨越10年 价值200万美元的真正赌局中 巴菲特就证明了 投资可以是稳定增长 他选择平淡发味的 道瓶斯工业指数 就已经有平均每年16%的回报 轻松击败前来挑战的对冲基金 其实和能力和运气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步伐 不单止这样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波动 定期投资的良方 最适合为时机游戏的你 忘记火中取律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尼华胜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 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